现在是在大梁山的牛牛巴镇 正在超市买东西 给你们看一下超市的物价 跟一般的城市好像差不太多 这是一个镇上 一会儿去给你们拍一下这个镇上 这个镇就有一点像 给我感觉特别像 之前印度的一个片园小城镇一样 在大梁山有一个 非常普遍的现象 就是他们经常会在路边 躺着喝酒喝啤酒什么的 就挺多的非常多 我们这一路过来 这边的主食经常就是土豆什么的 这边最常见的小吃就是夹土豆 牛牛巴镇 给你们看一下一族这边的生活 怎么又骚土豆 我不想吃 哇 这个鞋垫是二手鞋垫吗 看 这么多鞋正在洗 给它刷刷干净 晒晒干 看他们吃的土豆 主食就是土豆 都不用桌子了 直接在地上就开始吃了 他们的传统啊 加加乎乎都是这样的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刚非常小的一个小妹子 看起来就十几岁的样子 背了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小宝宝 其实我们这一路骑下来 住过一些村庄 有一些他们房子其实建的还蛮好的 就是那种新农村的感觉 总体来说 虽然说他们现在住有一些 住的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依然还是属于很勤困的那种水平 毕竟像这种浮勤的话 不是说你给他房子住就可以了 因为就是还要给他发展一些产业 所以这一路上都有很多的一些标语 就是说每个村子要发展一些特色的产业 然后每家每户就可以增加收入 就寿人饮鱼不如寿人饮鱼 最主要的就是可以增加他们的收入 让他们有收入来源 如果只是给他们房子住的话 没有什么收入来源的话 依然幸福不起来 所以政府都在鼓励他们 种一些特色的一些东西 如果这边就产一些花椒啊什么的 多多劳动致富 只是给他一些东西的话 给他好的房子 给他住的 那是没有收入来源也不行 其他的这个批尖一样的东西 就是他们传统的服饰 这么大一碗 二十 新椒肉丝盖饭 二十块 这份量真的超足 好多啊 味道还可以 利汤 酸菜汤 第一口吃开始吧 不过其实味道还可以 就没落到好多啊 好多了 我们现在呢